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焦 新冠肺炎已经试约了两年 最初向外界公布这个消息的是武汉 新冠病毒在全球大爆发之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就将所有的责任归咎于中国 近日有一批卫星图片曝光 显示了原来美国 是很喜欢将自己做的事 就说是人家做的 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 我们等会和大家讲解一下 那国安法就已经在香港实施了 但是近日政府就讨论要立23条 那有人就会有疑问 国安法就已经实施了 为什么还要立23条呢? 那国安法和23条又有什么不同呢? 而立23条的重要性又在哪里呢? 前段时间就有两个加拿大公民 就在中国被判刑 他们发生了什么事被判刑呢? 而加拿大政府方面又怎样回应呢? 我们等会和大家讲一下 在开始之前请记得要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支持我们轻轻松松找真相 最早公布新冠病毒信息的人 就是武汉的一名眼科医生 他叫李文亮 由于最早公布新冠病毒的地方就是武汉 所以西方国家就一口咬定 新冠病毒最早的发源地就是武汉 那事实是否这样呢? 我们现在就带大家看看 在2019年新冠病毒爆发之前 武汉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2019年12月18号 至12月27号 武汉就举办了一个大型的世界军人运动会 他参加的国家有109个 总数是有9308人参与的 而美国的军人就有172个 那这帮运动员全部都是身体健康的 个个都大大脆脆 但唯独是美国就有5个运动员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病症 例如发烧、嘔吐等等的症状 那他们病得这么严重 当时就送了他们去金银潭医院 那医生就跟他们做了很多检查 但是就找不到他们到底是什么病 会不会是一种未知的疾病呢? 那找了很久了 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病 最后医生就初步怀疑 他们可能是有利疾 但是利疾在中美已经绝职了很久了 只会是一些卫生环境很差的地方 例如非洲才会有的 但是为什么这些病会在美国军人身上呢? 美国也不是一个卫生环境很差的地方 所以他们会不会不是利疾呢? 而当时这几个军人是病得很严重的 是不适合周围走的 但是离奇的事就发生了 美国的军方竟然派专机匆匆地接走他们 为什么要接走他们这么匆忙呢? 其实他们当时病得这么重 正常来说是要在医院接受治疗 对他们是最适合的 但是军方就没有理会他们的生死 是不是因为他们害怕 当这些军人留在这里更久的时候 会发现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而这些军人走了之后 到目前为止 美国都没有公布过 这些军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他们是有什么病呢? 而还有另一个诡异的地方 就是在今届的运动会里面 美国是没有拿过任何一个奖牌的 那我们就翻查世界军人运动会 过往以来的记录 就发现原来在历届以来 美国是有拿过奖牌的 但是唯独是今届就没有拿过奖牌的 所以他们今次来参加运动会 会不会是罪雍之意不在走呢? 其实是否有其他目的呢? 那现在中国方面 是要求美国公开这几个患病的军人 他们的病历纪录 去给国际社会一个正面的答案 他们指证这个病毒的发生 是有不停地去变现的 是的 最初就说是吃蝙蝠做出来的 接着后来就说是实验室泄漏 是的 最后来就进化到 说是实验室制造出来的 没错 早前美国的共和党在8月7日 就发布了一篇 叫做生半病毒肺炎的来源报告 就直接就指 这个生半病毒 是由中国的武汉实验室 制造和泄漏出来的 这份报告还要用英文和简体中文 去发布出来的 怕我们那边的人不懂得看的 是的 特意用简体中文发布 其实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想误导中国人 以为是在中国传出来的 我看过这份报告的 其中有一项就是实验室泄漏出来的证据 那我去看看是什么所谓的证据 就这样听就吓一跳 看完就只有一口笑 没错了 因为它所谓的证据 只不过是介绍这个实验室 在哪里 什么时候成立 有什么研究人员 还有拿了多少预算 这些也叫做证据吗 真是笑死人吗 真是离谱啊 什么叫证据呀 是的 这样也叫证据啊 不过不重要啦 总之它的标题这样说完之后 那些人就会觉得是就是的了 都不会看太多了 这些证据 我们现在投机出一百几十份就可以了 几千份都给它 还可以啊 还给它啦 是的 还有它就说这个生半的病毒 是中国的研究人员 2012年到2015年 在云南的洞悦里面收集回来 接着在实验室製造 在2019年的9月12日就泄露了出去 哇 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写着哈利波特小说来的 是的 可以找JK罗林帮你写这份报告 是的 其实这些报告 我们就这么加一些时间下去 都可以做到几千字 然后又印上英文 西班牙文 法文 德文都可以啊 我们香港也有一个科幻小说家 惠斯里啦 都是老作的啦 大刊啦 还有戴耀廷呀 戴耀廷也是小说作家来的 对啦 两个都是小说作家来的 是的 本来呢 其实对美国也没有太大的怀疑的 但是由于这件事情 实在是太巧合了 是的 还有也都是有需要去澄清的 当时的军人究竟是患了什么疾病呢 是的 还有啊 如果不是美国的共和党出声呢 这件事情我们也不会觉得那么可疑的 是的 因为我们发现美国 他们是很喜欢把自己做的事 就说别人是这样做的 是的 例如之前 我们新疆明明没有人权问题 没有种族屠杀 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 发生在美洲嘛 他们把原住民屠杀了嘛 所以他就觉得我们中国也是有种族屠杀嘛 然后第二 我们明明就没有去强迫劳动 逼别人去摘棉花的 但是这件事情同样地在美国发生的嘛 他们是逼黑劳去摘棉花的嘛 所以这件事情就反映了 我们没有去制造的病毒啊 是 会不会是美国自己反而是有制造的病毒 所以就说我们是这样做啊 基于呢 就是因为他之前做的事情 而令到 我们会有所怀疑 他不说尤士行 他一说就更加惹人怀疑啊 近日呢 就有一些卫星图片曝光啊 刚才我们有提及过了 美国的共和党呢 就发布了一些 虚假的报告啦 就将这个生半病毒的来源呢 就说是我们中国的 甚至乎将它的来源指责成为中国的实验室去制造 但是我们发现呢 原来啊 在全球 最多的这个生化实验室呢 是美国政府啊 是啊 他在全球25个国家 和地区呢 设立了不同的生化实验室啊 总数了成200个那么惊人啊 没错啦 不怪美国在这20年来 一直拒绝重启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原来他自己在全球是有200个实验室啊 而他们拒绝重启这个公约的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不想 令到这些的生物实验室 是需要被强迫停止的 是啊 他们不想停止运作 事实上呢 我们看到了 美国是制造了很多 莫需要的罪名要求 去调查中国 但是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 其实已经对中国 武汉那边的病毒来源 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调查了 是的 而且也公布了 他们说 在实验室去洩漏病毒的 可能性呢 是极低的 是的 当然他们是不能够用0%去做判断了 因为任何东西都会有可能发生的 是的 但是他们就是捉住了 只要不是0%的话 都是有可能 但是这一样东西 其实你想骗哪一个呢 是的 大家都知道 很低的可能性 基本上是接近 没可能发生的 是的 他说到极低 其实就是说 差不多等于零的了 只不过不会说零这个字眼 没错了 我们国安法就在2020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 就立进了我们基本法附件3里面 现在香港政府就想就基本法23条立法 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都已经有了国安法 为什么还需要23条呢 嗯 那第一啦 其实就23条立法是我们特区政府的限制责任来的 这是第一 没错了 因为我们是根据基本法去办事的 而基本法23条是写到明 我们政府是有责任是要就这个国家安全立法的 现在国安法其实是纳入了附件3的 所以其实这一件事是比较上额外一点点的 而其实国安法最主要 是就着一些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恐怖主义的罪行的 但是当中是有一个漏洞的 那个漏洞就是一些间谍上面的罪行 是啊 那而23条需要立法的原因呢 除了是去沿试我们的限制基础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要堵塞 现在的漏洞 就是打击 间谍活动 蝕取国家机密 和其他蝕漏国家机密的行为 而这些暂时在我们国安法的层面上 是不包含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也有责任就着这个漏洞去立法的 而那个时间表大概会是怎样呢 我们估计 其实本身 邓炳强局长升任了去做保安局 这么短时间有一个升做局长 接着我们的李家超就升任了做 政务司司长 其实他们升上去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应该是要帮23条立法的 推动这个23条 没错 这个23条本身我们应该是 03年开始立法的 是啊 等于到现在 21年了 差不多拖到23年了 真可憐 是啊 已经20年了 所以就应该会在下一届政府上任之前 就完成立法程序的估计 嗯 还有就着间谍罪去立法是很合理的事啊 英国也是这样做啦 英国也是这样做啦 申请BNO 现在又说有间谍申请了 真的 我真的很好奇 究竟他是用了什么去判断那个人是间谍呢 还是其实 还是你想下闸 不收那班的BNO 你就大声说 大大方方 就是了 因为你提高那个门槛 他们众筹都会筹给你的啦 原来你对那些黄尸 在英国的眼中 是间谍来的 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加拿大人 叫做斯帕弗 在中国内地被判监11年 是啊 还驱逐出境 但是坐完监之后 没错啦 那他为什么会被判11年呢 最主要的原因呢 那这个加拿大人 斯帕弗 他就是利用他商人的身份 去做掩饰 然后在中国内地从事间谍任务 最终就被人捉了啦 那加拿大那边的政府 就着这件事情呢 的回应是说 我们中国政府任意拘捕他们的人 哈哈哈哈 他都拘捕了 你拘捕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啊 无端端的拘捕我们 慢慢走 我们怎么跟你算呀 是不是 你现在从事间谍活动 我们抓到正 是理所当然 入到罪都是有证据才进来啦 但是他们不知所谓 竟然要求我们去释放这一个这样的间谍啊 是啊 那你又不释放孟晚舟 就是啦 首先我们孟晚舟是我们华为的 董事啦 这一个才是真正的政治打压啦 为什么要抓华为的太子女啊 因为华为 在5G上面领导了全球嘛 制定了一个博制的标准啦 而这一样东西一直都是由美国去做 而华为是打破了这个壟断的局面啦 除了这个加拿大的间谍之外啦 还有另外一个加拿大的毒犯呢 是在中国内地被判处死刑啦 嗯 因为是贩毒的原因啦 那你加拿大 一直是可以吃大麻的嘛 喂 你在你自己的国家可以吃得不代表可以在我们这里吃得的嘛 你以为在加拿大呀 任意可以给他吃毒品啦 是的 贩毒在任何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很重的罪行啦 是的 那现在他们被人抓到了 然后又判处死刑啦 加拿大那边的政府 又是这样说啊 又会说些什么呀 这次 又都是这样说 我们任意去拘捕他们的公民啦 常常都说任意拘捕的 其实他只有这句话说 没有其他话说的 又是要求我们释放他 就是 喂 你独犯又要释放 间谍又要释放 你加拿大的人现在大了吗 大哥 你不要以为你们屎眼联盟很大才行的 那孟晚舟呢 孟晚舟其实 他当时只不过是经过加拿大转机的嘛 那没办法啦 因为孟晚舟是华为的太子女嘛 刚才说过 本身这个世界的standard是由美国去制定的嘛 现在被他打破了 他还不抓你呀 重要呀 加拿大抓他是不关加拿大事的 是美国要求的 是的 那你去加拿大是不是更应该要放人 嗯 所以这些这样的屎眼联盟就不知所谓啦 那好吧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来到这里 记得要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按旁边的铃铛 最紧说全部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条影片了 要留言告诉我 你们这条影片有什么看法 最重要是要放一场影片出去 令更多人知道 美国是喜欢自己做的事 就说是人家做的 人家做文书 你我都有责 下次再说 拜拜